大家好 欢迎回到卡夫卡原理剖析及实战演练的课堂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卡夫卡性能测试 在我们使用在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 部署卡夫卡之前我们做了一些测试 那因为我们第一个使用的版本是卡夫卡0.8 在生产环境当中 所以说我们的测试是基于卡夫卡0.8.2.2去做的测试 首先介绍一下一个背景 我们在使用卡夫卡做性能测试 其实卡夫卡本身是提供了一些性能测试工具的 主要是两个脚本 第一个是卡夫卡producer perf test 使用这个脚本可以很好了去做去测试producer的性能 那这里面有它的一些用法的一些介绍 当然有很多参数 你可以使用卡夫卡的new consumer 也可以使用老的consumer 新的producer 也可以使用旧的producer 除了producer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卡夫卡consumer perf test 你可以使用它去测试卡夫卡的new consumer 和旧的consumer的一个performance 你可以去测试它是否是压缩的数据 在有压缩的情况下测试 也没有压缩的情况下也可以去测试 总之你可以用这些脚本做很多你想做的一些测试 那我们是当时的一些测试数据是根据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使用方式去做了一些测试 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实际测试数据 当然这个测试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大的生产环境测试 只是在一个非常小范围之内去为了验证一些事情做了一些小范围之内的一些测试 请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总共是有6台机器 当然当时使用的都是虚拟机 它的配置是这样子的 当然先说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是6.4 最开始虚拟机发漫比较老 6.4 Red Hat 6.4 CPU是8个 VCPU 可以认为是有8个可用的 可以认为是8个Core 然后16GB的内存 另外我们总共是有6个节点 当然这6个节点上面并不是都跑broker 我们只有3个去跑broker 所以这边写的是3 nodes 3 blockers 然后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典型的是将 比如我们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去看producer 我们将某个topic设置了6个partition 然后它没有repliker repliker设成1 就是没有做便分 然后发送数据是使用一步发送的方式去发送数据 每件消息是100个字节 这边写了有点问题 需要修正一下 那我们这个测试的目的是测 当我们producer增多的情况下 整个集群的写性能是否会提高 那这个横坐标是指producer的数量 因为我们总共6台机器 三个作为了broker 那另外三台机器可以拿出来做producer 横坐标代表的是producer的数量 进程数 中坐标代表的是左边 中坐标代表的是记录条数 records per second 一秒钟多少条record 右边代表的是 megabytes per second 一秒钟多少兆字节 蓝颜色的代表的是一秒钟多少兆字节 红颜色的条线代表的是一秒钟多少条记录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使用一个一台机器上面是部署一个producer 当我们使用一台机器一个producer的时候 一秒钟能发送122.04兆字节的数据 总共能发送127万9589条数据 那当我们使用两台机器 总共是部署两个producer的时候 总共一秒钟可以发送234.91兆字节的数据 总共是246万3031条数据 那使用三个producer的时候 一秒钟可以发送334.72兆字节的数据 总共是350万9539条数据 首先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数字 是能达到这么多 当然我们使用的网卡是1GB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已经把网卡用基本上是用满了 那同时要说的一点 是当我们的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我们的producer的机器的数量增多的时候 整个机群的写的吞吐率 其实是基本上是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线性的增加 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线性的提高 所以说这个是主要是验证了producer这边 分布式情况下 使用的一个scaleout的一个性能的简单的检验 这个数据大家可能每个人测出来数据 并不完全一样 以及可能多一点可能少一点 这个因为跟机器的配置 以及可能使用的卡法的版本 或者说跟你机器的资源有点关系 甚至跟你网卡也有关系 多一点少点很正常 主要是要看这个曲线 那大概的实际测出来的正常情况下 实际测出来的数值应该大体上应该差不多 另外下面这个是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去特地去看了一下卡夫卡使用的内存和CPU的一些占用情况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内存占用的其实非常少 虽然我们配的16GB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16GB 包括CPU也远远用不到8个核 可以看到基本上它只占用了601MB的内存 然后使用了253% 也就是三个核都没有用满 就能达到这么好的性能 所以说其实卡夫卡对卡法基础而言 内存 至少内存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开销 CPU的要求也并不高 但是这是实际占用的内存 601MB 你也可以说一些虚拟内存 可能是比较多 七个G 接下来我们看Consumer 同样的机器环境 还是8核 16G内存 三个broker的节点 Topic的话是六个partition 然后没有备份 同样的 那这边应该去删除掉 因为这边一部写的话 一部写是producer的一个配置 不应该放进Consumer里面 我把它删除掉 把它删除掉 避免引起歧义 Message的size还是100个字节 那当我们这个横坐标 依然是代表的是Consumer的数量 一个Consumer 部署到一个一台机器上面去 纵坐标 左边还是Records Per Second 右边还是Megabytes Per Second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使用一台机器的 当我们使用一台机器的时候 议码中是可以接受293.1136兆数据 总共是306万4253条 使用两个节点的时候 议码中是521.279 521兆数据 三个consumer的时候是704兆数据 可以看到 也基本上随着Consumer数量的增多 整个集训的读物的性能 也是成一个线性的增加 这边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做在线的去消费 我们是producer produce 完了之后 Consumer去消费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去利用PageCash的一个缓存 那如果是你直接边开producer 边开Consumer的话 大家可能会担心 可能会担心 你如果是 边读边写的话 会不会造成你整个性能其实没有这么高 那其实也不会 因为你如果边读边写的话 它很多数据就不进磁盘 直接走PageCash 性能可能会反而会更好 但这个我们 我们因为最开始做了 这很早很早期做的一个测试这个数据 并当时 有一些原因 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 这幅图 我们要证明的是 卡夫卡的整个集训的性能和partition数量的关系 首先机器配置还是一样的 8核16G 三个节点的broker 这边是三个producer 然后replicer是一个一部写的模式 message size是100字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横坐标是partition的数量 说对同个topic 我们将它的partition 设置成1测一次 再设置成2再测一次 一样它是50789 分别都测一次 左边依然是rehorse per second 右边是megabytes per second 我们可以看到 当在partition的数量小于等于3 因为只有三个broker partition的数量小于等于broker数量的时候 当我们的partition的数量增加的时候 partition数量增加的时候 整个partition数量增加的时候 整个集群的写的一个性能是线性增加的 是300多兆 这是跟前面producer的那张图有点类似 当partition的数量超过3 超过broker数量的时候 随着partition的增加 其实整个集群的写性能并没有显著提高 甚至还有可能会有略微的降低 那其实根据一个最佳实践 一般来讲的话 但这个其实是跟数据的新鲜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使用4个partition的时候 数据是均匀分到4份 但是我们只有3个broker 也就意味着有一个broker上面的负载 是另外两个broker的每个broker的2倍 所以说负载是不均匀 才会造成它会成为一个瓶颈 会造成整个集群的性能会有一些 稍微有会有些影响 那作为一个最佳实践来讲的话 一般是希望将partition的数量设计成broker数量的倍数 一般设成2倍可能会比较好 但具体也要看我们consumer 希望的变形度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你broker只有3个 但是机器非常强大 然后consumer那端是希望有很多个consumer同时去消费的话 那为了让你consumer能够有很好的变形度 partition的数量也应该尽量设置的和consumer 根据consumer的要求去做设置 这个我们是要证明的是message的size 因为前面所有的测试 每条message都是100字节 那这个要证明的是message的size 整个机群的性能跟message的size的关系 机器的环境还是8核是漏进内存 三个节点的broker 然后我们使用了三个producer 这个topic是有6个partition 然后呢是没有备份 就有一个wrap kicker 是一部写模式 横座标代表的是message的size 单位是字节 这是十字节 20字节 然后40 60 80 100 后面的差距会变大一点 150 200 400 800 1000 25000到1万 左边的重座标是records per second 右边的是megabytes per second 红色的线代表的是 megabytes per second 就是一秒多少兆字节 蓝色的线是records per second 之前的两条线都是比较重合 正常的线是个x型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 横轴比较小 也就是message size比较小的时候 它可以发送的消息的总数量 是比较多的 随着消息长度的增加 可以发送的消息数量是减少的 那随着消息长度的增加 总共发送的消息的size是增加的 这也符合之前说的卡夫卡利用P处理 或者说利用P处理去提高特殊率 虽然说它能发送的消息的个数少了 但是每条消息的长度是增加的 所以它发送的有效的消息的size是会增加的 所以这个只是告诉大家一点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是做P处理 所以我们在producer那一端 如果说你对延迟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话 对实施性要求不是那么苛刻 完全可以尽量是做P量处理去提高特殊量 当然了往往在实际的 尤其对于每一条消息而言 因为我们这边测的是十字节二十字节是一条消息 而对于我们的应用程序来讲 应用开发来讲 每一条消息的大小往往是固定的 或者跟业务相关 并不由我们人为去决定 我们能做的只是说将多条消息 把它组合在一起P量去发送 如果这个图很好的解释 我们做P处理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在你的latency要求 不是特别苛刻的情况下 是可以尽量使用P处理去提高系统的吞吞率 这个图讲的是replication replication对于t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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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 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解一秒 横坐标是replication的个数 左边动作标recos per second 右边是megabytes per second 当总共只有一个replication的时候 总共只有一个replication的时候 性能是最好的 338.23兆一秒 那当我们有两个replication就有备份了 它的性能立马就下降了一些 是212.96兆 三个replication的时候 它也会再下降一点 是169.62兆 但它并不是一个线性下降 下降的幅度会越来越少 但是因为多个replication在备份的时候 它并不是说 第一个备份从master拿完之后 第二个备份从第一个拿 第三个从第二个拿 并不是这样集连的 而是所有的replication 所有的follower 都从leader去拿数据 去并行的去分析的 所以说它下降的不会那么厉害 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是可以用一些机器 多一些机器去多些测试 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备份的时候 它的性能相较会怎么样 不过一般在生产环境当中 我们的备份并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说当时也没去做太多的 这样的一些测试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做下测试 好那我们今天就关于卡夫卡性能的测试 就到这里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经过测试 能够大概看出 随着producer的数量的增加 整个机器的写性能是会线性提高的 但是这个提高肯定是有尽头的 比如说我们整个broker 它的写已经到极限了 你producer增加再多也没有用 随着consumer的一个个数的增多 整个机器的读性能也是会线性增加 但同样的道理 如果consumer已经过多了 或者说已经超过partition的数量了 尤其是在你consumer超过partition数量的时候 性能是不会有明显的区别的 那如果说partition是比较多 consumer也增加到一定极限 但是已经把broker的整个机器的性能已经耗完的话 那它的一个读性能也不会有显著的提高 至少在一定情况下 consumer越多 整个读性能会越好 partition 在partition的数量少于broker数量的情况下 随着这个topic partition数量的增加 对这个topic的消费 或者读写的性能都会线性增加 当partition的数量超过broker数量的时候 它的性能并不会有明显 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变化 一个最佳实践是希望 partition的数量是broker数量的倍数 一般两倍可能比较好 message size 这点是证明了 message的size越大 那它整个的每一秒钟能够 发送或消费的 message的体积就会越大 但它能发送的数据条数会越少 replication 从这个图我们能够 从这个实验我们能够看出 replication对卡夫卡的吞吐率 尤其是对于写吞吐率 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但是它的影响并不会说 并不会随着 它会随着备份的数量的增加 它的性能会有些下降 但并不是完全的直线下降 好 那我们这节课 关于卡夫卡的性能测试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